三位候选人好 代表中央社提问 中国从未停止对台湾的统战 那近来很多戒选的新闻也频频传出 那在这其中台湾退役现役军人 还有各行业的人士 遭中国吸收发展组织 出卖机密情报的案例 尤其令人担忧 但是在台湾现行的法律体系下 认定的标准很严格 判刑很轻 那酒驾跟贪污 成为比叛国更严重的重罪 请问三位候选人 你认为这个跟我们目前在法律上 没有将中国视为具有敌意的国家 是否有关 再来你是否主张 加重反渗透法与叛国行为的刑责 那又有什么实际上的对策 来守护国家的机密与安全 谢谢 请侯友宜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我在这里 郑重的声明 我反对境外势力 介入台湾的选举 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自得的国家 我们要有信心 要保护 绝对不宜起这样一个条件 今天我们也看到 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被反事都罚办了 你一举出去大陆旅游 回来人就办 今天有时候看到这个事情 我都希望司法勿忘勿重 不要成为政治的工具 你如果正义充分 办没人会说 但是我有点想到说 你那种去吃两断饭 去用 来去办 赵天宁去清宗 他没问题 他还在国防委员会 我还说实在 哪个清德先生 他也在2017年 你有去台湾 你有去往落地招待吗 你当出国的时候 民政党多少民立代表 送机送机 也送车 去上 现在你这两号标准 今天 我特别借这个机会 问 哪个主席 你要怎么走下去 南美国说 无知市台独 少年美国众兰级写者说 冻结台独党当 你怎么要跟美国 的立场 是一样 还是不一样 你总是要说嘛 你是台独的务实工作者 众人少知嘛 所以今天这个问题 是尖压属 刚刚柯主席讲的 维持现状 这个现状 不是现在民进 都接触的现状 这是两岸 即将濒临 战争的现状 这个现状 要靠国民党 稳定两岸局势 让亲美 合中 这有个解决事情 请柯文哲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台湾自主 两岸和平 这是我们 处理两岸关系的 基本原则 台湾自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 足够的防卫力量 也不能把整个国家的前途 寄托在别人的善意 所以这种 国家机密泄露 的确是大问题 大概分三个问题来解决 第一 这刑则实在太轻了 我看看 所以他们给了统计 最近这几年 我们这种军事 泄密案 平均判刑一年半 欧美国家是19年 我们是一年半 这哪一门子的 法律 所以第一点 一定要加重 泄露国家机密罪的刑法 这一定要先有 第二点 内部管理还是要进步 我看看国防部 连那个四针飞弹的弹筒 都会流到黑道 这表示 这一夜之秋 表示说奇怪 你们这管理要管什么 目前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当然分几个层面 靠亲戚关系 朋友关系 还有那个直接犯罪集团来勾引 甚至还有网路的 这些其实都要 很好的内部管理 SOP 比方说 吃饭有没有管制 不该吃的饭不要乱吃 这种内部管理还是要做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 我也认为我们目前 整个国家距离太差 特别是公务员跟军人 这是代表国家的干部 所以 循环一定要加重 公务员跟军人 处罚要更加重 然后应该有建立一个内部管理 另外一个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资安 资安没有你们想象说 我一定是骇客进来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美国 有去那个美国的 电脑大厂去看过 他说乌克兰不是没有被攻击 乌克兰是很厉害的 这种骇客在进来 但是他说 防止资安其实更重要的 不是防骇客 是SOP要做好 ID password 更新有没有做好 所以这种基本的管理要做好 请赖清德先生回答 时间两分钟 请回答 好 谢谢王先生的指教 中国在台湾每一次的重大选举 都会介入 这一次是最严重的 固然我们发现 大概有近20件国军 那么跟中国这边唱和 出卖国家的利益 但是我们也要肯定 有更多的现役国军 或是退役将领 是婉拒了中国的威胁利用 我们也应该给他们肯定 那中国的戒选 从郭台铭的参选 那么从ECFA的宣布 还有从农产品 各方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如果会有一市场 真的反对中国借助这场选举 那为什么夏立元要到中国去呢 那为什么夏立元到中国去之后 隔天就马上发布 对台湾的这一个 采取的这个经济的措施呢 如果你真的反对的话 那为什么中国所有的戒选 支持的目标通通都是你呢 我想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嘛 那我认为要解决这一个 国军的这个 或是台湾社会 那被中国吸收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第一点 我们一定要防围杜鉴 也就是保防教育要做 那同时呢 我们也应该要进行 国家认同 让国人愿意团结 守护这个国家 第二个呢 就是说 当然要从法律的层面入手 因为我看每一个案子 大概都会透过中间人 就是退役的将领 或者是现役的官兵 有个中间人 那我们怎么样呢 立一个法 来这个杜绝中间人 发挥穿针引线的这个效果 因为被吸收的人 一开始没有认为那么严重 这个就是未来我们要去做的 有信心吗 有信心吗 原来以消架会是在上方会觉得委层 能不能帮忙 可你有信心吗 不快走 快点 快 快 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